二零一七世界雙人為其冠軍 本賽 明星錦標賽 於東京色谷舉行 包括日本 韓國與中華 臺北 共四組八位選手參賽 各組選手除了相互較勁 還必須與AI為其軟體來對戰 而兩天賽程 最後是由謝一敏 錦山玉泰組合的日本隊得到優勝 中華臺北則是第三名 來自日本 韓國與中華臺北的圍棋高手 齊聚東京 挑戰二零一七年 世界雙人圍棋賽 四組八位選手依序上臺 接受大會代表的獻花歡迎 這次中華臺北由黑家家及陳詩淵組隊參加 去年奪得第二名的好成績 面對今年韓國強敵 黑家家及陳詩淵 早從賽前就培養十足默契 以晉級決賽為挑戰目標 現在我們就是實力非常強的 因為兩隊都是 兩個旗球的各自是 就是男生才一名 男生才一名 所以我們這對實力才非常地強 不過就是我覺得可能在波期方面 會稍微差一些 所以就是希望我們能夠 去挑戰目標 另一位出身臺灣的女騎士謝一鳴 則是代表日本出賽 與錦山玉泰組隊選手以抽奸方式決定賽程 謝一鳴以平常心與同樣代表日本的騎士對戰 在場上除了各國比奇異之外 四組隊伍還必須跟日本研發的AI圍棋軟體 熊貓老師對戰 經過兩天激烈競賽 最後總積分優勝組合 由謝一鳴及隊友錦山玉泰拿下 兩人將於十月份出戰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國隊 進行2017本戰賽事 主辦單位也希望 藉由每年的明星賽 來為2020年世界盃圍棋賽暖身 臺灣宏觀電視陳曉峰 日本東京採訪報導